最近很多飛機 急降的這個爭議越來越多 而且每一個狀況都非常複雜 來看這個畫面 這次停在巴西 它本來是歐航 歐洲航空 從西班牙要飛到烏拉圭 但是它突然間就是遇到亂流 急降 造成你看這個民眾 都已經被串到這個機艙的上方 最後被拉下來 總共40多人骨折 每一個莊莊漸漸都很嚴重 而且越來越多 吊詭的是有人說 它因為跟天氣有關係 氣候邊遷 造成極端的氣候 氣流變得比較亂 跟過往不一樣 大家搭飛機要小心 但是每一次都是波音又很奇怪 照理講如果是氣候的關係 應該會有別的機種 為什麼老是波音 這就非常奇怪 還有包括南海現在 因為相關的亂流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提前40分鐘 結束客艙的服務 但我覺得這是僥倖 因為它根本不是 你趁著服務的狀況 它是都有 所以這個跟提前提後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有在討論一件事情 到底飛機上面 我喝的水 跟我去廁所洗水 沖馬桶的水 是不是一樣 所以美國有個航空姐 他告訴大家 水源一樣而且很接近 所以盡量不要在飛機上面 喝咖啡或者是喝茶 要喝就喝瓶裝水 但是瑞秋告訴大家 其實它是同一個水庫 但是它有不同的水管 所以這個水本身就是乾淨的 你不用擔心 喝的也是乾淨的 沖的也是乾淨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這一張倒是讓大家印象很深刻 因為大家都一直以為 在飛機上面大小便 就是趁著沒人發現的時候 直接排到飛機以外的地方 在下面可能就被坑到 但不是 它其實會利用真空的系統 把它收集在一個儲藏廢氣箱裡面 所以大家可能跟大家想的是不一樣 那空服員爆料機上的用水很髒 然後地勤說其實都會洗 所以相關的檢查單位 也會定期的抽查 所以大家可以大方的飲用 他們有UV光線殺菌 飲用水過濾系統 還有過濾水垢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時候這個飛機不是送洗禮箱 有的是運這個水車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少知道 因為搭飛機空調很強 所以它空氣特別乾 喝的東西可能會造成肚子痛 比如說汽水喝太多的話 可能會造成這個胃氣 腸胃的消化會受到影響 如果喝太多咖啡 酒精 還有大量糖分的東西 你很容易脫水 現在有排行出來 卡達航空又是得到第一名 我們的國泰也來到第五名 這位請教司剛 先講飛機水的問題 請大家不用恐慌 不要以而傳而 因為飛機上面 你就喝的水的供應 跟沖洗馬桶的供應 是兩個不同的管線 而且給大家喝水那個 是要會定期的消毒 對 它的管線消毒 所以大家不要去以而傳而 它水源是一樣的 馬桶那個水也很乾淨 但我們喝的那個水的管線 還特別輕 對 不一樣管線 所以喝在飛機上面很乾燥 還是要多喝水 然後飛機故飛過來 你也不要擔心 會有大小便K到你 對 不要擔心 那都收集之好濃縮 它會去收 它會降落之後 會去另外把它處理掉 另外最近的那個亂流事件 我自己搭飛機我也感覺 最近的亂流 真的很多 對 比較多 然後專家說因為氣候變遷 但是所以這部分 可能我覺得還要在更多的數字 去了解為什麼會造成 然後在哪一些的空域多 哪一些空域多 然後它的這個高度是多少 會碰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比較害怕的是 顯然今年這麼多起 嚴重的這些案例 至今還沒有相對應的對策 等於說大家看運氣了 就來得很快 來得很急 氣象也許很多氣象預報 都沒辦法及時給航空員 駕駛員很快多的訊息 我整個資料信息就已經碰到了 然後最吊詭的是 現在出事的幾乎都是模範聲 波音 然後都是波音 波音現在已經不是模範聲 航空公司是模範聲 但是飛機機動都是波音 波音的市場份額也大 你像過去波音737 MAX這個機型 兩次的失事原因 跟自己安全製造有問題 所以被停飛好一陣子 最近才開始陸陸續恢復 那我們乘客怎麼辦 所以台灣的航空商 後來都沒有採購737 MAX這行 好像都沒有採購 然後像波音公司裡面 很多的工程師 或是安檢人員的爆料 後來有一個工程師 還莫名的就死亡了 莫名就死亡了 懷疑說是不是跟這個爆料 有很多的關係 然後美國政府對於這些爆料 也視而不察 因為波音是他們一個很大的 無法得罪的公司 而且他很多的軍品的供應商 也是波音 所以我覺得在這部分 我覺得大家搭飛機 隨時寄安全帶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布林克的Visa強勢回歸 推出他單飛之後的單局 他回到他的故鄉 對泰國的家鄉強力的推銷 他跑到哪 這個地方 去過曼谷的人都熟悉 就是他們的China Town 就直接在最熱的地方 最熱門的地方 來幫他的祖國 幫他的家鄉做觀光的宣傳 而且連裡面的Denser 他都用他們當地自己曼谷的民眾 而且還有配合各種不同的族群 各種的性取向的這些民眾 讓他們有平權跟平衡的感覺 但沒有想到 有人在跟他計較一件事情 因為他封接他大手筆 給這些店家 封接期間都給他們2萬泰銖 去過泰國都知道 他們一天的基本工資 才300多塊錢 2萬泰銖是一個月的薪水 但是還有人不懂這個行情的 在嫌說Lisa 你是頂尖的頂流的明星 怎麼只有2萬 但是知道泰國的薪水 2萬已經是一個天價了 不得了 而且重點 封接是幫你促銷觀光 感謝他都來不及了 他取景的拍MV的地方 整個帶動的觀光 其實他們觀光就很拚了 但是也有一些有名的模仿的王 這個男的 因為Lisa是這一張 他有一個非常火辣的造型 那個男的就把他的內褲往上拉 遮住他的胸部之後 拍出了一模一樣的效果 Lisa看了應該會噴血 然後包括泰市場 Lisa歌手 這個Lisa Denson 一些效果就出來 昨天在101有一個畫面流出來 大家就討論說 有一個身材非常火辣的辣妹 一邊講的泰語 然後又講的台灣話 然後大鬧台北的101 把這個店家名牌貨這樣掃 他不是買東西掃貨 他是用他的手把這些貨 掃在地上這樣子 那這種各種說法都有 第一時間說他是泰國人 然後後來又有人講說 不是 這個是自己姐姐 是他的同學 他在泰國工作 因為男朋友出軌 所以帳戶的錢被騙光 大受打擊等等 但是也有最新的說法說 他其實是個男的 請教兵哥 對 因為最新就是 有人直接拿他的護照 跑到警察局說他是男生 然後這個就讓大家覺得 光怪錄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為什麼會這麼失控 所以我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